我做的事情并不特别 所有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根 家 永远在你的心灵中的呼唤 是最温馨的 我就觉得利用这个机会 到大陆利用暑假期间 可以做几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我那几天都跟我爸爸同床睡觉 因为居住条件 人家安排我们 我们就一个房间 我那几天 我睡到我爸旁边 我感觉出来他高兴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种 安全的感觉 那种温馨的感觉 我从小我爸爸 都跟我们讲 跟我跟我弟弟讲了 就是说我们将来回家的时候 要在引州下车 他们在聊到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 离不开这几个地方 所以我是耳熟能详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他为什么以前就常常跟我讲这个事 他就怕他没有办法带着我回家 那就叫我带着我弟弟回家 这个讲起来 现在想起来 爸爸不在了 我真的有点鼻酸了 这个他们是兄弟 我们是亲兄弟 亲兄弟 亲兄弟 去设计 成功的车 我叫举正 我爹是谁你还记得吧 记得 记得 八十屋了 好设计八十屋 谁是听话 我爸爸都写得思缘了 英水又思缘 乖乖 来来来 这个操控部都是我姐姐给他寄来的 这个是我哥 这是我哥 这是我爹 这我不在这儿吗 这才是 我家人在老家基本上都是农民 他们农民的生活是 这时间观念跟我这个城市人的这个感觉不一样 他们对我的乡情是非常浓郁的 所以我这一次的话 遇到很近的家人 亲人 他们没有人为了我 三十三年没回来责备我 反而很高兴我这次找了他们 我现在啊 很激动 我要做一件 可能是我爸爸妈妈小的时候 就在玩 在黄河边上玩会做的事 我为了要对你们表示我的信 对你们的追思思义 我要在黄河边摁下我的手印 变成了幸福美满 你要了解 没有一个下决心这个 要强调社会平等跟共同富裕的这个执政单位是做不了这个事情 你从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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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再来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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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朋友在来 好 肯定的来 对面 对面 好 你好 我很久没有碰到这么真实的人 又是我的亲戚 所以他们 让我觉得跟他们说再见 时间确实短了一点 我觉得我过了一个最有价值的使戒 台湾的年轻人也很好奇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尤其在这个紧张时刻当中 像我这种人多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强调 我们中国人的认同 当中当然包含了沙山洞 也包含了台湾 我觉得这个部分 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 你一定要了解 做一个中国人的意义在哪里 它不是一个现实的利益 它是一种存在的一种感觉